你剛吵到人家了 怎樣啦 怎樣啦 要打嗎 嗆打的男子上了火車 還大聲嗆聲 打呀 打呀 你是怎樣啦 什麼要打架 誰要跟你打架 你真的很奇妙啊 講電話就不對了 講那麼大聲 說是人家來惹他 衝突一觸即發 不要動手啦 坐下來 沒事 沒關係啦 吵了快十分鐘 對啦 我們就是 好生的請他去 那個廁所旁邊那邊講 對 然後就整個暴怒了 車廂內一陣騷動 同車的旅客幫槍也被嗆打 我為什麼要閉嘴啊 不甩的話你也來啊 我一個人打你們全部啊 因為他從後到位 都很多恐嚇自言殺了 大家都知道他就不定時炸彈 30號下午4點 北上的舉光號列車 抱走男子 和同車廂的旅客爆糾紛 列車長到場緩加 到戰後鐵路警察 協助把男子帶下車 市民警察 然後跟列車長 對 同時進來我們這個車廂 警方將男子帶下車 讓他搭乘其他列車離開 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的方向來備查 只是抱走男子這一鬧 也讓同車廂的旅客難以休息 記者林醫生 何孟前梅凱婷 新竹宜蘭採訪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